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形成一种暗示让病人觉得我就要有这个症状才比较好 才符合这种病情 医生才能比较做出一些判断治疗 不至于影响医生的心情 不要老问他这些方面的话 可能有时候比如说有没有出汗感冒了 我们说感冒了要强调他有出汗和没有出汗 是鉴别他究竟是伤风还是伤寒的一个差别 病人不会觉得他感冒了 非得要说一个有汗还是无汗 这个时候你要问他 那么你要是启示他 对不对 那只是说有汗还是没有汗 你要出汗还是不出汗 这两个选择都要给他 他就知道 应该说他客观的来说 你不要问的是 你可能有出汗吧 这就意思他就好像是说 医生要觉得我这要出汗才好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出汗 多半是晚上出汗吧 这个就是在暗示他非得要说晚上出汗才对 这些就要注意了 同样是在问 但是用的语言 你是白天出汗还是晚上出汗 这个就是启示他 两个选择都可以 这个都可以 虽然你觉得他的全身辨证下来 该是应该说 应需晚上出汗的可能性大 但是你都不要那样去问 说一定要比较客观的 就这个就是启示 但是不可以暗示 不可以暗示 不然有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 说错误的地方 最后的一条 问人的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后一条要说的 那么就说要注意 询问的时候 是对重危的病人 注意 询问就必定要求非常全面了 下面我们紧接着要讲到问诊的书上说的那些 既往死 现病死 家族死 个人生活死 是吧 这些很多很多 他是必须要全面了解 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病例收集过程 但是重危的病人 你不要说我都全面了解了 全面了解完了 病人也完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只能捡药的 抓住主要的赶快抢救 抢救过来 再说以后的事 是吧 抢救不过来 其他的全部都白搭了 是吧 所以这个呢 就是特别注意一下 一些是重点围绕的主术 描述的 一些 那么就说 甚至于重危的病人 就只问一些关键的 就不一定要面面俱到的全面描述 是吧 所以第五 最后这么两条说到的教材上提到了主术 然后再旁击全面的一些了解 但是了解中间 我们说这个是要在允许的范围 是吧 才可能是全面了解 重危的病人 就不要一定强调他的全面 了解 这是方法和注意事项里边 提到的这么一些 是吧 有些就是我们医生 平时询问病人的时候 要直接特别你个人 应该要注意把握的 不然的话呢 影响我们的一些诊断辩证 这是问诊的第一节 关于他的方法 临床抑郁 概述性的一些内容 关于问诊 问诊的第二的一节说的一些 问诊的内容 那么这个问诊的内容里边 这个第二节呢 应该说 这个主要只是说的 问诊里边所涉及到的 在临床上写一个书写一个完整的大病例 住院部的一个大病例的时候 要收集询问的范围 放在这个第二节说的 问诊的内容 其实再往下的以后 再往后的那个第三节的 问现在证 肯定也是问诊的内容 而且还是我们一般问诊临床 必须都要采用的 所以这个 第二的一节呢 应该说是指的是问病例 所要的一些范围了 要的一些范围 一些项目 那么这部分呢 我们就说在这儿呢 就不再详细的加以讨论了 因为这个病例呢 是要以后上临床 收集病例的时候 才会提到这些 陷病史 既往史 个人生活史 等等 是吧 我们现在大家没有时间 带大家到临床 去收集这个病例了 我们只在课堂里边 所涉及的 所以呢 我们就 这部分的 大家有下来可以简单 看一看 以后到 你们要 临床实习之前 有一个上岗之前的 培训的时候 会在专门给你们讲 病例应该怎么 收集 怎么书写病例 以后就上岗 就开始操作 现在讲了 以后也忘了 忘了 所以这部分 我们在这儿 就不再一一讨论了 你们就简单 看一看 看一看 我们重点要求的 那么就是说 问诊的时候 对于临床 任何一种疾病 需要诊断 鉴别的时候 它会发生的 一些常见的疾病 或者是需要 用来鉴别的一些 症状 这一类的 就是在我们教材 十四页 第三的一节 说的 问现在诊 就是病人来 就诊的时候 现在看什么病 或者还要出现 一些什么症状 对于我们的诊断 有什么样的临床意义 那就主要问这个了 是我们现在应该说 问诊的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 那么问现在证的内容 是一些什么 教材上的第二的一段 第三的一段中间 第三行 开始写到 最早张景略写到的十问篇 以后陈修园呢 其他一些医家 进行补充完善 就把我们中医 一般临床看病 需要问的方面 归纳为这么十个方面 称为了十问歌 说这个呢 要背下来 这个下来好生念 好生背 记住了 以后上临床看病的时候 就知道怎么问 或者是你们现在有的时候 同学有些病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问 是吧 不知道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想一下 疑问寒热 二问汗 那你就问一下他 有没有发弱 有没有怕冷 发弱是什么时间发弱 发弱是很高的高弱 还是低弱 是一阵阵发弱 还是持续不断的 是吧 这些顺着往下问 所以你这样看病 一般就可以把那些 有用的一些 病理资料记录下来 问到的现象 他没有那个现象 那可以不管了 最后把这些 有用的阳性的一些 反应记录 就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诊断辩证 所以这个歌 十问歌 很好的 把它记住了 当然你以后 上临床问病人的时候 或者你们暑假回去 要找你看 其他同学朋友 要找你看病了 你要问一问的时候 你就在心里 默默的背一下 这个 然后开始问 不要背出来 背给他听 是吧 这就行了 这就行了 所以这样的话 下来我们现在的 这个教材上 第三节讲的 现在证 就只有一条 没有在 十问歌里边出现了 只有一条 问睡眠 没有在十问歌里边 其他的内容 全部都在十问歌里边有了 是吧 第一个问寒热 第二问汗 第三问头身 头疼 胸痛 这些头身的表现 疼痛的表现 还有问 是吧 耳鸣耳聋 这是七龙 是吧 这些都有了 问耳目 头身 这有提到了 饮食口味 五问里边提到了 是吧 那么只有这个睡眠 没有直接提到了 十问歌 问耳辩 那么这也有 是吧 是四问辩 大小辩的情况 问妇女的 那么在这是后面 添了 妇女游笔问今期 世俗必奔 皆可见 是说的今期 异常的月经来迟 时月经提前就叫迟 月经三个月不能来潮 叫金币 突然因到大量出血 叫崩漏 是吧 所以他这儿呢就是说 常见的疾病的名称 把它用在上面 下面我们说的女性的 就是这些了 还有代下 还有代下的疾病 是吧 儿科的也提到了一些 只能说我们由于学科的性质 那么问儿科的一些特点的 我们在这儿就不再说了 以后大家学儿科的时候 还要专门说到的 所以大概看一看 问诊的范围就这么一些 就一一的往下讨论了 第一个问寒热 第一个问寒热 寒热首先简单的说 问寒热是问的病人 有没有发热或者怕冷 冷指的是寒指的是寒冷 问病人有没有寒冷的感觉 热就指的病人有没有发热的感觉 那么这是一般顾名思义 问寒热就这个意思 那么所要注意的问寒热的概念 就中医在说到寒冷怕冷的感觉的时候 有以下几种划分 他的临床用的术语不一样 诊断的临床价值有些差别 那么就其中提到了怕冷中间 一种叫物寒 一种叫胃寒 这两个差别最主要的是在什么呢 物寒 物厌物物寒 一定不要读恶寒 物厌物 是吧 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么他说的话呢 物寒我们教材 是在十四页的最后那一段 是吧 提到了 简单的说就是说 他这种怕冷的感觉 病人怕冷的感觉 书上说的加倍 是吧 多加一倍 进火取暖 这个就是说 都是得到温暖的方式 现在就关键是看他怕冷之后 得到温暖的方式之后 他那个怕冷是要缓解还是不缓解 那么物寒呢 就是得到温暖的方式 他都还不能缓解 仍然很怕冷 这个呢就叫物寒了 所以我们就简称 得温不解 简单一点 用了这么四个字 得温不解 而卫寒呢 就正好相反的 就得温则减了 都是有怕冷 肢体 说这个觉得冷 冷了之后 烤烤火 多加一点衣服 就冷 就好一点了 那这个人就说是卫寒 这样差别在哪里呢 表现出来 把它区分出来了 一般而言 物寒就主要是外感的 这主要是外感性的疾病 引发的这种怕冷的感觉 比如说你们大家有体验的 感冒了之后觉得怕冷 知道 这个时候怕冷 你睡在再穿几 多少衣服 睡在床上盖上被子 还是觉得冷 这个 这一类的就是物寒了 就物寒 而胃寒的话呢 一般说来就主要是阳烯了 主要是里寒阳烯了 不能温细 阳气不足 不能温细的 所以这个时候胃寒 那么你把它区别出来了 它的这个诊断价值 就有些不一样了 是因为阳不足了 你给它加一腹背 就可以帮助它一点 阳气的恢复补充 这样它就缓解了 所以我们要区分 一个所谓物寒未寒 这是两个最典型的 然后再有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怕冷 是怕风的那种怕冷 就叫物风 是不是 就叫物风 所以它这个呢 是和物寒又对应的 肯定还是一种 外感性的怕冷 暂时突然这么出现 但是它主要是吹了风 觉得冷 这个可能大家生活中间更有体验一点 遇到这样的天 刚一出门 哦哦好冷 外边风一吹 赶快衣服一操 退回寝室 好了 是不是啊 这就好一点了 缓解了 避风可以缓 避风缓解了 那就是它是受不了那个风 意思就是说 它这种怕冷是受风而引起的 它受不了那个风 避开风缓解了 是吧 所以我们物风下面要说 它的整段意义是 外感中间是特别感受风邪的 这种怕冷 就用的是悟风 不要悟风 所以这是悟风 这么一个怕冷 就说了这么三种 有所不同的 临床意义有点差别的概念 而发肉 什么叫发肉 体温升高 一般就会想到 就这个体温升高 需要注意的 中医说的发肉 除了体温升高 还有可能是体温是正常 用温度计温度表去测量 正常的 但是病人自己觉得 人体的某个局部在发肉 是吧 我们都认为是发肉 中医学说的发肉就有这个 病人自己感觉某个局部 或者全身发热在出汗 我们就认为它这个是发肉了 自觉的也算 是吧 现代医学呢 西医它一定要说是 测量到体温增高的 还是发肉 自己感觉的 那是植物神经的调节上的问题 是吧 甚至于就要说你是神经观能证明 是吧 就这么一个 我们来说的话 只要病人叙述 由局部或者全身的发热 也算在我们说的发热的范围 所以这是关于发热的概念上 注意一点 注意的 这是概念上说的这么一个 那么问寒热的内容上 显然寒和热 是不是就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是吧 那么具体的表现上 可能只有这种怕冷 也可能只有发热 但是也有可能 就说是发热和怕冷 都见到了病人 是吧 所以这样组合下来 就是下面说的四种情况 四种情况 第一个就是说的 病人是既有怕冷又有发热 所以称作为叫物寒发热 那么这个物寒发热 和后面第四条讲的病人 还是既有怕冷又有发热 那个名字叫寒热往来的 他们之间有什么差别 所以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说 物寒发热指的是要同时出现 既有怕冷又有发热 是同时出现的 所以它的关键的概念的区别 也就在这儿了 同时的一边在觉得发热 体温增高了 一边又觉得加一倍 还觉得冷 就这个才叫物寒发热 所以这种情况 可能大家生活中间的体验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感冒发热 一边在发热 一边又觉得冷 这个感冒中医说 就是外感六瘾 邪气 进犯哪里 基表 所以我们说物寒发热是表证 它的诊断意义主要是说到这个 那物寒发热的是表证 那物寒发热同时出现的是 表证的一个诊断依据 最大的诊断依据 我们后面要讲表证 八纲辩证的辩证要点 其中几条 第一条就要说的是物寒发热 这是诊断它的最重要的一个要点 那么既然是表证是感受六瘾邪气 我们讲六瘾邪气 中击讲过了 那至少就有风寒属实造火 有的时候再把它归类一下 热 属这些都是热的这一类 所以寒呢 这些他就说风寒 对不对 所以至少这个外感六瘾 就要氛围感冒的是伤寒的 伤风寒 还是伤风弱的了 一般我们老百姓说的这个感冒 是热伤风 还是受凉的 那这个时候都是表证的 怎么鉴别 外感风寒这一类的 还是外感风热这一类 怎么鉴别呢 那就再往下说 就既然要说 它是物寒发热同时进行 那感受的邪气是偏寒的 寒致人体就阴寒增多一些 所以他怕冷的症状 相对应该重一点 寒为阴血 其性阴冷的 所以 所以呢 一般说来 外感风寒的表证呢 就以物寒重为主 发热可能轻一点 相比较而言 物寒重发热轻 那倒过来说 感受风热一类 鼠热 躁热这些热性的感冒呢 可能就发热更明显了 因为他毕竟热为阳血 其性炎热 所以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发热重物寒轻 可能就是表热症的可能性大 就以物寒发热这个症状 可以鉴别的 当然我们说要鉴别 表寒表肉 后面还说的一些出汗啊 那些可以鉴别 还有其他的点 现在只说这个物寒发热 这是一个鉴别点 找到就行了 这两条其实比较好鉴别 但是灵状上鉴别 要难一点的 应该是说 我们讲风寒是一大类 说豆粮要风寒 但是风和寒有没有差别 所以在这儿呢 最重要其实鉴别是 外感风寒中间 究竟是三风为主的吗 还是三寒为主 这个治疗用药选方有点差别 你们现在学中药里边说的 都应该是用新温解表药 风寒这一类都用新温解表药 但是新温解表药中间 是以三风为主 还是三寒为主 选方用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怎么鉴别 就要关键看的就是这个了 一个是怕冷的特点 刚才提到了一个物风 就是要用在这儿了 以风为主的 他的怕冷主要是怕风 所以用的是一个是物风 第二个就是要看 后面说的汉的问题了 是要有出汉 是要有出汉 后面马上再讲到问汉 还会提到的 就是要这个了 三风的为什么要出汉了 中基给大家说过了 风性开泄 开泄了汉孔开脏了 就要出汉了 所以他在这儿 在风寒这一类的中间 还要匹别一个 究竟是风还是寒 或者至少说是以风为主 还是以寒为主 我们就是要看这些症状 去鉴别它 表证中间 究竟是哪一种六阴邪气 净犯基表 所以这一条 可能在物寒发热里边 特别要注意的 三风的 三风的是物风汉粗 发热相对轻一点 是关于表 这个表证中间 物寒发热教材 所讲到的几条情况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的一点 说到物寒发热 还要理解的就是 那么按我们的基础理论 中基来讲的话 这个物寒发热的形成 这个基理上 怎么去理解 因为说到寒热 中基里边讲到 寒热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阴阳的 偏胜偏衰 才出现寒热 知道 阳偏胜则弱 阴偏胜则寒 你感受寒血 阴偏胜则寒 知道 那么现在既然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你说 物寒和发热 同时出现了这个病人 那他的病基 是怎么形成的 有物寒的就阴肾 有发热的就阳肾 那物寒发热同时出现 也就是说这个病人 既阴肾又阳肾 既阴肾又阳肾 那可能阴阳又在高水平平衡了 平衡了就没有寒热 我们说寒热就要一个偏肾 一个偏衰 有一个差距了 才会产生寒热 我们就是这样认为寒热的形成 所以在这要特别注意 物寒发热的形成机理 就不能用单纯的阴阳的偏肾 去加以解释 偏肾偏衰 就没办法解释他这个道理 没办法理解他 为什么会出现物寒这种特点 表证中间的这个物寒发热 他的道理最主要的理解是要六阴邪气 预制机表 关键的病机一定要是指的六阴邪气 预制机表 不管他是感受寒血 也不管他是感受热血 感受寒血容易导致阴肾 你用那个解释那发热不好理解 感受热血是容易导致热偏 阳偏肾那是发热重 但是物寒这你就不好理解 对吧 所以我们说他的机理最重要强调 一定是指的六阴邪气 不管你风寒鼠是造火 进犯机表就一定要预制胃阳 因为中医说胃阳是什么 寻行在机表的 抵御外邪的一种正气 现在六阴邪气来了 就预制这个胃阳 那么一旦预制了胃阳 胃阳的作用 生理上对机表有温序肌肤 心肤冲身折毛的作用 所以他要温序肌肤的 现在胃阳被预制了 他的温序功能发挥不出来 机表是温 怕冷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怕冷 你想他是机表胃气被预制的 所以你用那个腐背加一进火 取卵的办法去给他补充这些羊肉 有没有作用 就没有作用了 所以他才会出现得温不减的 物寒的特点 因为他阳气没有虚啊 他胃阳没有虚 你给他补充这个阳不起作用 相当于一个人手脚被捆绑起来了 我动不了了 是不是 你再给我吃多少饭 我还是动不了 你只能怎么办 解开啊 解开绳索 他就可以动 那么所以对于这些病 我们只能怎么治疗 对了 他这个怕冷 你就只能用解表的药治疗 解表的药有什么作用 发散 解表的药都是心的药 心发散 不管你心温心凉 所以他就是为了这种发散 使邪气 不再欲致胃阳 胃阳再不打出来 温序肌肤 怕了你就缓解了 所以他就这个道理 那么发弱了 怎么形成 既然被欲饿了 避欲了 避欲了 中医说 欲饿久了 就欲而 可以化肉 再加上正气 现在是不是亏须的 才来的一些外感 邪阵就要相互抗争 抗争 斗争激烈了 惨弱就多了 所以这个发弱 是这样形成的 就不管他是感受寒血 同样也可以引起这种发弱 邪阵要相争 并不能说这个感受寒血 只引起阴片胜 阴片胜 你就不好解释他这个发弱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注意 这个物寒发弱的同时 关键是在六吟邪气 御字基表 御字基表 御字胃阳 是他最主要的病基所在 这样才好理解他 这是物寒发弱 大致要说的这么一些内容 所以我们中医习惯上有一个 刚才说了 诊断表证的时候 最重要的一个诊断依据 说是物寒发肉 所以有的时候再简称一下 就说有一分物寒 便有一分表证 一般物寒主要说的是 表证的这一类的表现特点 和胃寒就要区别开的 这是物寒发肉 发肉中间的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中间 我们说物寒发肉 讨论的这么一些 第二的一个 我们也说先说这个寒肉往来 因为他也是病人 既有发肉又有怕人 我们先说这两个怎么区别 都是既有怕人又有发肉 剩下来另外两种是单纯说发肉 单纯说物寒怕冷 这就单纯的好理解 那么寒肉往来和物寒发肉的区别 最关键在哪里 交替 一会儿寒一会儿弱 寒的时候只有怕冷 热的时候只有发肉 这就不是物寒发肉 所以病人虽然是物寒和发肉 这两个感觉都有 但是一个是交替出现 主要抓这个交替两个字 一个是同时出现 抓到同时这两个字 寒肉往来的形成 一般就是说辩证意义 就是半表半理证的 上次说舌胎颜碎 黄胎转化那会儿说了一个 半表半理证是特定的 不是那个既有表证又有理证 不要忘文生意 说一半表证一半理证 所以他就要特指的 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特点 是寒热往来 有这个特定症状 有这个特定症状 就这个注意的 这叫半表半理证的 那么他的半表半理证 教材提到的最常见的两种情况 有可能是 我们一般的人容易想到的就是略极 略极知道一点 一会儿寒一会儿热 平时说的打柄子那种情况 这个就一会儿寒一会儿热 现代医学 西医学主要就说到的是这种 劣积 而我们中医学说到的一个寒热 往来还容易出现的 是三寒论里边说的 叫少阳症 这个少阳症是指的 外感风寒病血 这种寒血进入 又没有完全在表 又没有完全入理的 表里之间的半表半理证 叫做少阳症 他用了这个名称 所以这个呢 它是指的一般外感风寒引起的 不是说是略极那种专门的致病 因素现在说略原虫 是吧 以前我们中医就说是这个略极 这个略邪 这种邪气 所以他来说的话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这种疾病 那么我们说这两种疾病 要鉴别它 怎么区别 就关键是看寒热往来的发作 有没有定时 有没有规律 寒热往来中间是发无定时 早上发 下午发 什么时候发 没有规律的这种寒热往来 是少阳症略极 那这个少阳症 如果说略极 它是固定每天 比如说下午发 那么这段时间过了 一天没了 要明天到下午三点多又发了 它是要有规律定时而发的 甚至于书上还提到 有些是今天发了 明天不发 过一天又再发作 叫见日月 间隔一天发生的略极 间隔两天发作的略极 叫三日月 知道 他们最关键的就看这个 有没有规律了 有没有规律 当然其他的一些伴随症状 教材也提到了 还可以伴随一些现象 那么这样说来 我们一般诊断寒热往来 都是在表里之间的半表半理 三寒呢 用的是 邵阳这个名称 列吉呢 用的是 墨源这个名称 其实都是说的一个 半表半理的一个名词 我们中医学里边有些说法 他们两者有什么什么差别 经络了 部位了 我们现在初学 不用说的这么详细 也把它争论 以后慢慢去学 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都是在一个半表半理这个位置 一种是越级邪气引起的 是吧 一种是三寒这个引起的 那么这种既然在半表半理 为什么它就会出现这个寒热往来 这个特点呢 邪正相争就发热 刚才物含发热才说了 邪正相争欲毙了 那就就就发热 那为什么现在要出现 一会儿含一会儿热的 这个寒热往来 这个基礼上怎么理解 最关键的 就是说一定要强调 寒热往来 在我们看来 最重要的这个基礼 要强调的 就一定是在半表半理这个位置了 一定要把这个定下来 物含发热是说的邪气 异至基表未扬 就是要规定 他的病基 病位是在表未扬 是吧 而半表半理就 关键一定要说 他是在表里之间 既不是完全在表 很表浅的 也不是完全深入于理的一些理证 表里之间 这个特定的位置上 邪和证相互抗争 邪证分争 在这个位置上 邪证的一个抗争 抗争中间 还有这么一个条件 邪气不是太强盛 如果邪气太盛 他就很容易怎么样 长期一直入了 入理了 正气有所不足 但是正气也不是完全亏虚 是吧 正气太强盛 抗邪于外 主要是表证 正气太虚弱 容易入理 就主要是理证 所以他有一个邪气 能够抗一下 正气抗一下邪 但是又还不能完全抗邪于外 所以有这么一个条件 邪气不太甚 正气不甚虚的情况下 邪证就僵持在了 这个表里之间 这个位置 那么僵持在这个位置上 正气急需一点力量 抗邪于外一点 推出于外一点 那么在外的时候属羊 表为羊 羊偏肾 那就容易化弱 就发弱为主了 是吧 也有可能邪气 肌皮力量重一点 那就从表里之间这 就进入理一点的层次 入理中医认为是 在理属阴 是吧 这样的话呢 他阴气偏肾一点 容易化寒 就以怕冷为主 两者双方都不能绝对的战胜对方 所以就一会儿出表 一会儿入理 一会儿怕冷 一会儿发弱 出现了寒若往来 我们就这样去理解他 知道 这样理解他 寒若往来的一种发生 一种发生 所以我们就说 在诊断依据上 后面再讲八纲辩证的 半表半理证的诊断依据 就要特别强调 寒若往来 说诊断表证 强调物寒发弱 那么诊断理证 就是后面说的 只有寒血的 阴天圣的 那就只有怕冷 但寒不弱 只有那些阳气偏肾 发弱的 阴虚的 那就但若不寒 就完全是后面两个理证的情况 知道 所以我们说 误寒发弱 说了这么四种情况 前面这两种把它区别开 后面就是单纯的了 就好理解一点 这是问寒若里边 提到的两条比较重要的 那么我们今天就上到这 下课 感谢您的答应